大家好,我是阿俊 今天给大家做一道赫兰老少爷们都爱吃的面炕辣椒 吃起来脚香脚香的,就是有点废墨 下面开始堆 首先我们准备一把洗净的馅饺 这个馅饺比辣椒吃起来更加好吃 用刀一个个把它根部切去 然后再切成小一点的辣椒犬 切后先放在喷中 下面把辣椒焯一下 锅中不要有水和油 把辣椒里面的灶气焯出来 炒的时候一定要开销火 一边炒一边用铲子不停的反动 大概炒个三分钟左右 砍到辣椒毛气就可以了 炒好后把它装在喷里面 这样做出来的面炕辣椒香而不辣 下面开始挑味 根据辣椒的多少加入食用盐凉烧 再来点河南万诞挑掉13响 不喜欢的朋友可以不加 最后再打入两个正宗的抹鸡蛋 用筷子把它搅拌均匀 再加入适量的面粉 面粉不要一次夹完 用筷子给它搅拌一下 如果太斜的话可以再次加入面粉 这个过程我夹了三次面粉 最后搅拌成这个样子了 可能鸡蛋夹的有点多了 大家做夹一个鸡蛋就可以了 下面一定要把铁锅扫烘 扫烘后夹一勺食用油化锅 这样一会儿抗辣椒手不会粘锅 然后把油倒出 锅内加入稍微食用油 把这个和好的辣椒倒在锅里面 然后用勺子把它敲一下 勺子上面可以蘸点油不容易蘸点 最后敲成一个大冰状 这时候再次用锅面帮用稍微的食用油 劝称一致开小火 晃动超过把辣椒的这一面减香减慌 不会用铁锅的朋友可以用一个平底不蘸锅 减出来效果都是一样的 减好后把它翻个面 不会翻面的可以用掺子掺 然后继续开小火 继续剪这个辣椒 把这一面也剪至搅晃搅晃的 中间可以用勺子轻轻的敲打几下 再次晃动超过把这一面也剪香搅晃 剪好后再翻个面 这时候剪的差不多快好了 这时候可以用铲子把它铲碎 最后成这个样子了 喜欢吃大块的不用掺那么碎 再加入点河南特产肖磨香油 这小味儿等一下就上去了 假的有条件的话可以撒入少许白芝麻 翻拌均匀后即可出国装盘 河南的老少爷们看我做的肿不肿 这道菜做好了就是有点肺膜 喜欢的朋友可以试试 虽然大厨不能配你一声 但每天让你的胃慢慢等等 在做了一些限度的表情 如果大家有一点搞定 你还是说出一种肺膜 就像我最重要的一种肺膜 有些肺育率 也会去决定 就像我一种肺育率 没有开放一种肺育率